三伏天晒太阳就是顺应天时 借助天时来调养身体 三伏天晒背就是最好的天补 不管身体大的问题还是小的问题都是大有益处的 还能去除身体成年老问题预防新的问题 不信你试过了就会伤心了 马上进入了三伏大家一起晒起来 下一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我放在视频后面了 大家一定要看忙 别晒错了 为什么要晒背 其实晒背就是给身体充电 腹为阴背为阳 我们后背有两条主要的经络 一条是督脉 主管我们一身阳气是阳脉之海 人体寿命健康 都和身体的阳气多少有直接关系 另一条是膀胱经 膀胱经畅通的人 比喻各种邪气的能力就强 但是现代人的这两条大经络 恰恰是最容易堵车的 注意发生淤堵受寒的 是不是很多人后背常常不舒服的 后背要刮一刮 通一通 好受一些 其实晒背就是在疏通这两条大经络 而且比任何的疏通方法都管用 这是免费添补的方法 大家一定要趁机会用好 一点就这么一次机会 现代人早出晚归很难晒到太阳 而且还大量吹空调 喝冷饮 身体更需要大量的阳气 三浮天 天地间阳气最足 晒背能吸收太阳的原阳 帮助疏通都脉和膀胱筋 提升阳气 排掉寒气 今年三浮天的时间是从7月15号开始 到8月24号结束 很多朋友一到三浮天 就想贴我们的三浮捐用点位贴 它主要采用一些新温方箱材料 调制而成 在三浮天这段时间 人与自然阳气最适旺盛 将特制的点位贴 贴在特定的位置上 通过刺激身体点位来激发人体的小太阳 以预防和调理身体 大家可以配合这个三浮的点位贴 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下面我教大家晒背的方法 我们可以早上或者下午的时候去晒 早上八九点的时候 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晒最好 刚开始晒的朋友 可以先从10分钟开始 然后再慢慢增加时间到半个小时一次 年轻力壮的可以晒时间久一些 身体弱的把晒的时间缩短 男士可以光着身体晒 女士圈个小背心晒 晒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头部 头部晒久了容易中暑 晒完不要马上进入空调房间 可以在阴凉的地方先休息 或者给自己晒下膳子 休息10分钟再吹风下 有些朋友常年不出汗的 还有些朋友肚子这里像块冰的 手脚是不暖和的 经常变糖腹泻 全身不是这里疼就那里疼的 天气一变就打喷嚏 冬天容易咳咳咳的朋友们 一定要坚持晒起来 大家好 我是朱老师 入服了 下面给大家分享三服天饮食方法 大家记住三字法则 入服吃三肉 一 羊肉帮助散发体内含气 二 肌肉补充蛋白帮助修复体力 三 猪蹄补充多种营养元素 入服吃三瓜 一 苦瓜帮助去肥脂 二 丝瓜去痰品犬 三 冬瓜增强食欲去湿滴水 入服三主食 一 同服吃枣汁 平补身体好 二 二服吃面条 心火胀下来 三 三服吃烙饼 汤鸡蛋 营养丰富 能量足 很多朋友有我们家这款三服贴的 大家记得跟着节奏贴起来 它采用一些新温方向的中药调制 在三服贴的时候 肤贴于特定的穴位下 通过刺激穴位激发人体的氧气 以预防和调理身体 根据大家常见的问题 我给大家配了血 日常养生中贴中腕 神觉 官员 大椎 涌泉 呼吸系统的问题 贴天突 半周 高框 肺疏 竹三里 中腕 定犬 消化问题 贴竹三里 中腕 向腕 脾书 胃书 三星焦 女性养生贴 终极 归来 八料 竹三里 想要贴的朋友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凝聚 这段时间 有空 可以给自己晒晒背 煮一碗三豆汤来喝 少喝 或者不吃冰冷食物 趁着三不天 把身体养好 到秋天冬天的时候 身体会舒服很多 好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周老师 夏季五行属火 心脏的压力很大 就像三不天 高温属热 心脏负担更重了 所以三不天 给心脏减负 有为重要 大家可以通过 疏通经包经 帮助心脏减负 下面我教大家 疏通经包经 经包经 在我们手臂 偏中间的位置 我们从上 往手腕方向 用空心脚 力度适中的拍打 左右手的心脏筋 各拍打五到十分钟 常常疏通 心脏筋 可以缓解心脏的压迫 化解心欲 使心脏的功能正常得到发挥 所以在三不天 建议大家多疏通心脏筋 除了疏通心脏筋 我们很多粉丝朋友家里 都有我们这款三不贴的 现在就要开始贴起来了 大家按着节奏来贴 还没有这款三不贴的朋友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获取 三不贴 长心贴法 取血大追 心疏 胜疏 弹中 神觉 官员 每天早上 十二点之前 再相对应的穴位贴下 贴八个小时 再取下来即可 大家好 我是朱老师 三不贴 最适合喝什么粥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喝黄芪粥 俗话说 以下无病三分虚 尤其是三不贴 气温高 身体大量出汗 体内的正气也随着汗水往外走 汗是精液 出汗太多 就会造成 气 精 两虚 况且 不贴雨水多 湿气也会影响脾胃 保质脾气 更虚了 此外三不贴 人的心火 最旺 心火过旺 容易失眠 失眠多了 人就更虚了 所以三不贴 喝黄其咒 苦气 养虚 是最好不过的 下面我教大家如何煮黄其中 第一步 取黄其约30克 加10倍的清水浸泡半小时 连水一起消开 中火煮30分钟 将药汁滤出备用 第二步 加等量的清水 消开后煮15分钟 再次滤出药汁 第三步 重复第二步的动作 第四步 将煮过的黄其药茄 捞出扔掉 将三次滤出的药汁 放在一起 放入约100克的大米 煮成西珠 继成 黄其珠的提气作用很强 最适宜早上喝 喝完后 一整天你都会感觉到精神十足 除了喝黄其中之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贴三浮贴来补气养虚 让你每天精神百倍 贴三浮贴很简单 我们日常养生 就贴大锥 中瓦 神爵 官爵 竹山里 涌泉 这几个穴位就行 每天早上贴 贴8小时 撕上来就行 大家好,我是周老师 三浮贴是一年中阳气最充沛的日子 我们可以借助三浮贴的阳气来驱散寒气 补养阳气 借助天阳来养生 但是有几点大家要注意的 如果我们做错了 还有可能会伤害身体 第一点 关于什么时候晒 这是很多人纠结的问题 我个人建议是下午3点到5点 因为这段时间是膀胱筋当令 膀胱筋是身体最强的阳筋 也是最容易堵塞的阳筋 如果大家在这段时间没空 那么也不用纠结 只要有太阳的时候晒都行 大家选择适合自己的时间 适合自己的太阳温度出去晒 如果太阳还是很毒辣 室外温度还是很高的时候 千万不要执意去晒 要不然容易中暑了 第二点 有些人有一个误区 觉得晒背的时间越长越好 这也是错的 建议大家先从10分钟开始 慢慢增加到30分钟左右 以身体感觉热乎了 身体微微出汗为宜 不要长时间暴晒 让自己大汗淋漓 一不小心就容易中暑了 第三点 一定要光着身子晒吗 不是的 如果家里有小阳台 可以在家里光着上身 或者吹见小背心晒 如果不想这样的 也可以趁着有太阳的时候出去走走 能沐浴到阳光就行 光着身子晒 消不注意 还有可能晒伤皮肤 第四点 只能晒后背吗 不是的 晒后背最容易吸收天阳 补充阳气 如果一些关节痛的人 可以侧重晒晒关节 不要晒头就行 晒头容易中暑 第五点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合适晒背呢 其实大部分人都可以晒的 但是本来手脚心发热的人 先不晒 或者晒的时间短一些 还有一些身体底肢 本来就比较差的人 怕一下子不能适应 也先不要晒 如果家里有三伏贴的朋友 最好配合三伏贴来贴 他采用一些新温芳香药物调制 将特定的膏药 附于特定的穴位上 通过刺激穴位 激发人体的阳气 以预防和调理身体 我给大家追门配了血 日常养生贴中腕神爵 官员大椎涌泉 呼吸系统的问题贴天窟 淡中高框肺疏 竹三里中腕 消化问题贴竹三里中腕上腕 脾书胃书三阴胶 女性养生贴中极 归来八六竹三里 想要三伏贴的朋友 点击视频下方即可 更多配法 欢迎来问我